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严刑向明朝官身勒煞金银财物 令到原本已经航抚李志诚的官身 对李志诚的大信政权大失所望 北京以外的地方官、地方将领 乡申、士大夫纷纷抗拒 于是大信政权的政令不出北京城外 李志诚要接本和重建明朝中央政府的统治机能 可以说彻底失败 4月底,李志诚失领大军土佛山海关 被吴三桂和清朝联军击败 更加令到李志诚丧失占据北京的优势 被逼匆匆撤退回去陕西西岸 称并城势控制北京城 并且宣布迁都北京 以北京为根据地 展开武力征服中原 由于中国复原广阔 古代交通和通讯缓慢 北京城被李志诚攻陷的消息 要到3月底、4月初 才传到淮河以南的淮安、凤阳 4月中才传到江南的南京、苏州 江南的官身经文经思失陷的消息 大为震惊 在明朝初年 南京应天府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首都 明成祖永乐皇帝迁都北京顺天府之后 南京仍然保持京城的地位 不但保存皇宫 准备皇帝随时驾临 而且保持六部、刀刹院等等各级官署 只不过南京六部衙门的权力 远低于北京六部 崇禁末年 李志诚、张献忠率领流寇兵马 攻打中原名城大一 不少中原各地的官身 和分封在河南、山东、山西、湖广等省的繁皇、昏贵 纷纷逃走去到南京避难 崇离十七年年初 逃难去到南京的繁皇之中 有福皇世子朱尤松 老皇朱尤松 老皇朱尤海、堂皇朱律月、朱律建兄弟等等 其中福皇世子朱尤松是明神中万力皇帝的孙 都是皇室近亲 北京失陷的消息传到江南之后 江南的官身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 兵部侍郎呂大器 游都如史张慎賢 占士府占士姜若广 前任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人 在南京聚集 相以重新建立中央政府稳定人心的计策 各位同僚 闯策攻陷京城 圣上殉国邦誓 太子不知所中 各位 我们应该如何处置 我们怎么办呢 国家今日正是危急存亡之臭 京师虽然失陷 但是南直帝 和长江以南八省数千万军民 正在急切期待朝廷重建威信 及早光伏京师 绕平流寇 史上书说得对 我们应该及早在南京重建朝廷 号令各省军民 否则 人心散换 就一发不可收拾 重建朝廷 的确是刻不容缓 但是圣上已经信过 太子又不知所中 国家不可一日无军 我们南京官身百姓 应该推举一位亲王监国 以证天下事庭 史上书说得对 推举亲王监国 各位 目前南京城内有两位王室近亲 一位是福王 另一位是路王 各位认为哪一位亲王监国 比较适当 是呀 哪一位适当 各位同僚 福王虽然是神宗皇帝的孙 但是在下史可发认为 有七不可 七不可 是 福王在开封的时候 已经恶名远播 他贪财 好息 欲走 不孝 不读书 虐待神下 干预官府 已经是人所共知 没错没错 况且福王的父亲老福王 当年同光宗争夺太子地位 结果败在东林君子手术 老福王一向同燕党关系密切 如果福王监国 他翻起旧帐 这样就 是呀 最近福王和燕党余业院大城交往十分密切 他们一定有密谋 没错没错 如果福王监国 南京就永无灵日 各位 福王有这么多过失 我们为了国家万世之利 应该推举老王监国 没错 老王燕兵日后 我们应该推举老王监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福王殿下 福王殿下 我们这齣戏唱得好不好 是呀 是呀 好吗 好 好 江南的戏子的确不同凡响 姑重重打赏 哈哈 多谢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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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听完你们唱曲 三日不知玉米 三日不知玉米 不是三月不知玉米吗 三日三月 一样而已 哈哈 殿下 三月不知玉米 是古代圣人讲 三日不知玉米 是当今圣人讲 哈哈哈哈 没错 没错 哈哈哈哈 袁先生 在 古上的戏班 唱得好 做得好 哈哈哈哈 如果殿下高兴 微臣袁大成 愿意竭尽心思 篇写多些新戏新曲 欠给殿下欣赏 好啊 好啊 寫多些哀嚴前面的戏 就最好不过了 哈哈哈哈 殿下 嗯 近日 成二百刘孔超 到了南京 他有件紧要事 想和殿下商量 啊 他是什么人来的 啟稟殿下 刘孔超 是太祖洪武爺的开国功臣 刘百温的后人 嗯 世襲成二百爵位的 刘百温的后人啊 是啊殿下 那刘孔超 因什么事想见姑啊 他打算 勇大殿下继承帝位啊 啊 嗯 勇大姑 继承帝位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美臣成二伯 劉孔超 啟稟福皇殿下 京師失陷 皇上駕崩 太子不知所蹤 国家不可一日无冠 美臣仅代表南京和江南各省军民 勇大殿下继承帝位 忠卿大名 那就最好不过了 刘卓爺 最近听闻说 史可法 钱谦益 张慎盐他们策动江南官身 勇立露王常方 啊 有人想勇立露王 史可法 钱谦益他们都是东霖如水 他们打算勇立露王 好可能是对福皇殿下有所顾虑 岂有此理 孤是万力爷的孙 谁敢敢和孤争慧啊 殿下 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关头 殿下要创立中兴大严 应该捐弃前严 和史可法他们从长计议 如果忠卿基础未立 先有内增 这样 还说什么剿灭闯财 收服京师呢 殿下 诚意吧 他说得对 殿下思想想 史可法和一帮江南官身 凭什么忠卿光伏 估计不知道 要和闯财对抗 必定需要兵权 兵权 没错 左梁庸 刘泽清 黄德公 高杰 四位大将都团兵在长江以北 他们都和我有相当交情 我可以说服他们拥戴殿下 没错 凤阳总督马士应 是微臣的老朋友 马士应一定会拥戴殿下 加上江北四镇 殿下的地位就稳于泰山 死大人 在下院大城 是奉了福皇殿下的君子 来同大人商议拥戴新皇帝 远兄 南京的官身已经决定拥戴路皇监国 等待太子消息 等到太子假行南京再正大位 等待太子消息 是 太子下落不明 如果他已经遭遇不幸 那帝位虚圆要等到几时 武皇是先帝的疏唐叔父 福皇是先帝的唐帝 先如礼制 只闻有兄中帝及 未闻以叔父继位 史大人 你废帝立叔 以疏贱亲 究竟居心何在 何以复天下均民 福皇贪财好息 难以服众 路皇人厚言明 得神文敬赏 放且监国 只是权宜之计 笑话 史大人 镇守江北的大将佐良庸 刘泽清 黄德公 高健 都已经上表 拥戴福皇殿下 继承帝位 凤阳总督 马士英 也已经领兵南下 准备为福皇保嫁 史大人 你们要拥戴路皇监果 那听从尊便 江北市镇和凤阳马士英 都拥戴福皇 各位同僚 马士英已经率领兵马到了扬州了 马士英 阻量于他们 重兵在押 声称勇立福皇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我们怎能够恶福呢 事到如今 我们为了国家中兴大业 不可以再反对 永立福皇 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以国事为重 同心合力 安定民心 哎 只要是这样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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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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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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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